大家好 我们是信心女孩 然后今天就为大家准备了一个测评 大家可以看到这镜头里面 就是miniso国际大品牌 international 对 这是名创优品 打开看一下 这个质量怎么样呢 大家心里也是有点必须的 这个我很忙 现在就你们开始测试了 我们就先从底装部分开始吧 然后我们这个是 mini pony 精油丝绒滴管 粉底液01号象牙白色 好 我们来看这个包装 简直和MAZ那款 一毛一样没有任何区别 好现在我们打开它 放在床上试一下吧 这个质地还不错 感觉挺水润的 哎呦 什么感觉 凉凉的感觉 哇 嗯 我们现在用眼线笔画在手上 然后测试一下 粉底的遮瑕程度 一丢丢 感觉还不错诶 但是如果是有比较深的动影的话 可能还是要叠一下遮瑕膏 总体来说 作为它29.9这个价格来说 我觉得还是蛮带劲的 这个是它送给我们的 叫做纯棉眼部卸妆巾 然后我们试着把 刚刚粉底液给塌一下 还是可以的 这个塌粉底是没有问题的 接下来我们是买了一支 一头是眼线笔 一头是眉笔 一笔两用 还挺OK的感觉 那我们现在拆开看一看 然后它一头是这样的眉笔 我们在手上试一下 嗯 还是画得出来的 15块的一个眉笔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因为它涂在手上也很好上色 而且也不会有出现这种 就是眉笔结块的这种情况 然后另外一头是眼线笔 嗯 会晕染 会晕染 这一支不OK 所以就是 这一支如果说是新手的话 不推荐大家使用 接下来我们测一个高光修容 然后呢 我们现在来手臂上试一下 这个头还是瞬光发亮的 高体感觉还是比较软 然后放在手上还挺好涂的 有点意料之外 用海绵蛋给它晕开试一下 发完了 哈哈哈哈 非常非常自然 就非常自然 然后你可能 这一款我估计可能 反而不太适合用海绵蛋这样子怼 好 那我们现在看另外一个头 还是感觉得到这种就是光的感觉 但是如果这个作为高光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不太亮 嗯 我觉得白皮会追求那种 比较低调日常妆容的人 可以试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来测一款特别可爱的防粉 这是哈喽 哈哈哈 这是Hello Kitty的好朋友 叫这个Melody兔子 好吗 嗯 对 看人家叫Melody 蛮有名字的 让我们打开看看里面 打开还蛮贴心的 它这边有一个小镜子的设计 然后这边是一个粉铺 然后下面就是散粉的这个孔洞 和它的底下的粉 好 现在我们上下团体 看看它铺上底妆之后的感觉 是什么样的 然后我们下下定妆 呃 上手还是可以的 还是可以铺的匀的 但是从遮瑕程度来看的话 并没有 看应该是个蜜粉 你看25元 我们就不要要求太高 毕竟它这么可爱 这么好看 是不是25元 可以买可以买 OK 接下来我们上一个睫毛膏 然后它是二合一的 然后它首先这边写的第一步 这刷头我觉得看起来还算是可以的 因为它不会像那种说 刷头一拿出来上面 粘满了睫毛膏那种 会让我比较害怕 OK 现在我们打开二号刷头 看它是不是特别浓密呢 但是如果说平常我们不是也会在边缘上刮一下 然后再说 上睫毛吗 它有自动会 对对对对 就不用搞那个边缘到处都是 好 现在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睫毛膏到底够不够持久 还是不错的 效果还是挺好的 就这样搓还是 哦 还是就是没有干的话 千万不要搓它 还是很容易掉的 但是这边刚刚这个部分干了的话 效果还是很好的 现在拿那个卸妆巾看一下 它的那个卸妆效果是怎么样 完美 哇 是这个送的卸妆巾 真的很好用 我都可以说一下 这个是恋爱甜蜜三色腮红 打开的话一样 这一面是一个镜子 然后这边是一个就是三色的腮红和一个小刷子 好 我们现在涂第一个颜色 已经多错了 大概来回七八次了 依旧是非常的不显色 对 然后我们试试第二个颜色 我都是超用力占超多的 呃 就还是算了 非常不友好的 是的 可以看一下这个盘这边 就是刚错了两下 就到处都已经都是粉了 然后我们再试一下最后一个 哇 回答了墙 这个颜色 哇 29块9 我觉得你们还不如去买一个 近期以来就是国产比较大热的一些腮红 这个就不用考虑了 好的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眼影 这上面写的是随心情调珠关三色眼影 这名字让我就是有点瞎瞎 打开看看 哦 这三个颜色是挺好看的 现在我们来试第一个颜色 但是我已经隐隐约约还是看得到一点点的 然后现在开始测的是中间这个 感觉跟这个对比一下是不是差很多 这个放在淘宝上我是要给差评的 所以大家如果去买这一系列的产品的话 可以先试一下他们的那个续用品 OK 现在上第三个颜色 诶 这个显色度呢有点差 就适合局部加深吧 但其实它的那个 散片挺小的 然后就是挺细密的感觉 就是颜色真的差别有点太大了 这支口红是20块钱 在他们家口红当中应该算是价格比较高一点的了 然后我们买的是三号色豆沙王国 口红的这个包装 我觉得还是挺好看 很有少女心 然后挪开之后可以看到它这个开头是一个小爱心的形状 我真的太喜欢这个爱心形状了 哇 是OK的 这个顺滑度也不错 然后颜色表现也还可以 可以说膏体是相当滋润了 但是这个确实有一些偏水红色的 但是这个颜色也是好看的 应该日常使用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又这么润 20块钱买一支还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最后来总结一下 今天这些这么多的产品吧 我比较少这个口红了 因为这个颜色的话 就是平常涂起来会比较日常一点 然后它也比较显白 20块钱买了不上当 然后我个人比较推荐的是这个眉笔 因为它眉笔的这个部分真的是还不错的 然后眼影的话颜色我是挺喜欢的 但是出来的效果略欠佳 这个是全场难用Top1 非粉程度很严重 而且它的粉质极差 极粗粉笔灰的那种感觉 这个因为我们刚亲眼目睹了当中肮脏的小秘密 非常的恶心 难用Top2 这个也是真的全场最佳 不管它的持久度有多好 多么不用染 用它 都能卸得干净 重点是这三包是人家送我们的 根本就不要钱 如果有出现旅游或者什么的情况的话 就是没有带卸妆产品 就进mini手买它就行了 好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花了174块8 对mini手这些彩妆产品的一个测评 如果大家还有喜欢看其他品牌的产品测评的